appears to be more social. 現在疫情很嚴重 所以有人開玩笑說 數位轉型最大的工程計是COVID-19 那你覺得COVID-19 對於學校來講 你的這個心得裡面 有幾個金句 我唸一下给我们的朋友听 有一句话 有两句话其实我看的 心里面是非常有共鸣跟感触的 有一句话说 数位浪潮在步调缓慢的学校组织 多年来可以说是拖然不新 外面数位转型讲的 非常的流行潮流 可是学校里面好像大家并没有 真的感觉到这个压力 还有另外一句话就是 学校是很多组织里面 没有跟上客户的需求 可是不会被淘汰的 因为学校永远就会存在 这两句话我觉得你点出学校 一个特色 一个特性不能讲特色 就是说它其实是所有组织里面 变动比较缓慢的 教育本来就不能变动太快 但在工具使用上面 其实变动快一点 我觉得是应该的 那你觉得学校这几年 这两年了 因为COVID-19的关系 你觉得因为COVID-19 刚刚那句话说COVID-19是数位转型大工程 有发生在学校吗? 应该是这样说 其实在学校做数位化也很多年了 在行政上数位化很多年 那在这个教学上我们在谈这个 资讯融入教学也谈了很多年了 那就我来看就是当然疫情的一个爆发 是我让我们的老师更快的去熟悉这些数位工具的一个应用 然后转成线上教学 但是这个部分呢 如果就我来看 它终究还只是一个数位化 因为我觉得要谈到数位转型这件事情 我们就会希望就是说 它有一些工具的一个应用 所以资料治理 资讯安全 也都是我们希望能够去重视的 那当然在整体上 这个疫情确实是一个催化剂 就是让大家能够正视这个数位工具这件事情的一个重要 对那对我们的一个领导者当年也是一个形式的一个过程 就是说那怎么样可以让我们的一个学校 真的来做这所谓的一个数位的一个转型 我觉得它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奇迹 它是一个想象的的一个学校 它是一样方的一个整理 又是一个在学校上 基本上 coward立日不会真是一般 也会并不 tek不本业 这ところ是在那里的方案 我的妈妈